日在前方 舞台剧演出的是 八旬志工过去生活的辛苦 但现在的他们 要如何越老越健康 102岁仁瑞医师分享秘诀 最重要的就是 吃到百分之后 不要乱乱乱 你今天有什么事情 做了 你一天就要放下 不可以 放在头上 找到家 日籍台译的他 更克服不熟悉 中文的障碍 参与慈激志工培训 每天都提醒自己要服务他人 乐于付出的他也参与福伦社 因此高雄福伦社员 特地参与读书会 面对每一个人都是亲切的 而且是一种快乐笑容 所以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面对事情 不是用一种悲哀的心去看 应该是说用一个欢乐的心 活到老 邪到老 我要向他看起 仁瑞医师殷勤付出的经验谈 鼓励着长辈 用利他的心圆满自我 大约新闻 陈宜珍 珍若萍高雄报道 而发行